哈囉大家好我是Jesse 歡迎回到我的分享 沒錯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錄影片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在今年年初自己搬出來住 然後目前還在試一下步調 好比說自己的生活做起來什麼的 因此我的生活很忙碌很緊湊之外 就是沒有太多多年的時間來做影片 但我還是在這生活當中買了很多東西 跟做了很多不同的嘗試 然後想說等我就是比較有空的時候 就可以來做分享 結果呢時機就來了 我就在前兩天把腳給摔翻船扭傷 然後我就現在不太能就是 除去外面跑跑跳 蹦蹦跳跳 因此我就有時間來分享 我最近訂了這個Good Pair Days的這個酒 它是一家就是在澳洲也算是新的很新的品牌 然後呢它是可以做訂閱日或是單支酒購買 有些酒呢是他們跟酒莊獨家簽約的 有些酒呢是可能你知道我也比較買不到那種的 但是呢它的價格便宜或貴我還不太清楚 因為我其實沒有到很常自己買酒喝 只是因為最近呢我住在新的地方嘛 就會經常有朋友來我們家吃飯 那我就會想說欸那我可以準備一些酒和他們分享 因此我就得知了有這個品牌 那我先說這是我自己花錢買的 我已經開箱了第二箱 呃這是第二箱 然後第一箱 所以我想說買的第二箱應該可以來和大家做分享 我不知道知道裡面有什麼 然後跟它訂購的流程 那我主要呢就會簡單先介紹什麼訂購 它不是說你就是打開手機 然後去網頁上訂 然後你可以選自己喜歡的酒 或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喜歡什麼 你可以選擇紅酒白酒氣泡酒或是那個Rosset 然後它可以幫你做選擇 那如果呢你的預算比較有限的 就可以寫說一支酒大概15塊錢左右 或是一支酒可以到50塊以上 它都可以是做選擇的 我個人覺得它還蠻方便的 然後再來呢 我覺得他們家更好一點是 它只要買四支酒一次買四支酒以上 它就可以免運費 然後它的包裝都包裝得非常好 那我這一箱比較特別 我這一箱是有在多贈送禮物的時候 想說來開箱和大家做分享 然後我個人覺得呢 如果你喜歡喝酒 或是你也有朋友會常常到家裡聚餐的人 你可能可以試試看來訂訂看 因為它是可以隨時取消 訂月好比說你訂了兩個月 第三個月不要訂之後就直接直接取消 它是不會再多額外收入取消費用或什麼的 那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歡你買單品 或是這一種的一箱一箱的 好那這一箱呢是我的第二箱 我自己呢有在裡面先做一些 我喜歡吃起司或是喜歡喝哪一種酒 那我自己是對紅酒過敏 然後我想說那我就都點 Rossé跟Sparklin的 好那它這個做得很精緻 你看它的外表 它收到的時候就是這樣一箱 這一箱裡面呢我們來看它有什麼東西 我已經有打開看過 所以呢這個是很好開箱的 登登登 哇 對 它呢你現在可以看到它這有粉紅色的部分 它其實是正品 就是你第一次訂購它如果有不動的話 它可能會送東西 那我推薦是有多送這種 可以把酒裝在裡面 然後是沒有酒瓶的那種的 呃算是保溫背貌 我不覺得它有保溫的效果 但是它做得蠻漂亮的 你們看 登登 對它顏色很漂亮 有兩個這個小的 然後這個是可以裝 一支酒在裡面的容量 那你也可以裝一些 你喜歡的飲料去海邊的時候可以用 對 然後再來呢 它有一個洋芋片 這洋芋片應該是他們跟這個公司合作的 然後可以做推廣 好 然後有洋芋片之外呢 還可以看到這有一些東西 好比說這有一些小卡片 他們的公司的承諾 還有原諾啊什麼的 推薦的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這裡就有一些 怎麼樣的方式可以了解 你喜歡什麼樣的酒 好 我先把這兩個東西拿走開 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瓶酒 那這個是雙層的 後面還有一層 那這一瓶酒呢 我看一下是什麼 這一瓶酒呢 是Sparkling 就那種氣泡酒 比較淡的那種氣泡酒 好 然後看一下它是哪裡做的 新洲的酒 那其他之後 酒的評論呢 我可以在之後 我陪伴他們來喝完之後 我可能就可以做 Instagram Story 來和大家做分享 好 那這是第一支 那第二支酒 來拿 第二支酒是這個 維州的酒 那它看起來有點像啤酒 但它應該也是Sparkling 因為我點的都是Sparkling 比較多 素食的 也可以推薦喝的酒 嗯 再來下一瓶 西奧的 真的是最後一瓶 Rossé 它看起來很漂亮 它這邊呢 其實你還沒喝過 也可以直接看一下它的簡介 另一個他們家 讓我覺得最喜歡的是 他們家都會有這種 就是 你的酒呢 每一支酒的介紹 好比說我剛剛拿到這一瓶 Rossé 就直接每一瓶酒都有這樣一個介紹 介紹之後 後面好像一些說 你有哪些食物可以跟這支酒 做搭配 好比說 這支酒又可以做哪些食物 是蠻適合的 對 那它後面有小小的食譜 我個人覺得這是他們家讓我最喜歡的地方 而且再加上他們家有非常多支的酒 可以做選擇 個人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這邊呢 有很多 的酒 是不一定可以在 就是 超市裡面 就是酒的超市裡面買到 對 所以我覺得還蠻棒的 再加上這酒很重 它每一次寄都可以直接寄到你們家 那也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就像我就是 直接到我們家樓下櫃台把它拿起來 超方便的 對 然後 最後呢 他們家最貼心的是還附送這個 而且他們家很經典的 就是這種顏色的開瓶器 我個人覺得很喜歡 如果你喜歡瓶酒的人 不要喝酒過量沒錯 但是如果你喜歡瓶酒的人 可以試試看 一個禮拜一瓶 應該還好吧 最後最後要提醒大家 就是適量飲酒就好 不要乘飲 那這只是一個新的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是住在澳洲 對這邊的酒有興趣的話 也非常非常適合就是這種 非常入門簡單的 就是瓶酒開始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介紹 最後別忘了他們家有折扣 其實因為他們家沒有付我錢 我是自己來做分享的 對 那他們家也有折扣 如果你們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把折扣碼放在這邊 或是底下的留言 或是敘述欄裡面 對 如果你們喜歡我這種 就是在澳洲很Random的 買東西分享的話 請你一定要留言跟我說 我會來和大家做分享 我覺得每一個留言都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對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介紹囉 謝謝各位 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 然後我就會把酒都擺在這裡 然後我朋友來就可以喝 這個是很漂亮 很喜歡這個瓶子 而且再加上他們家呢 之前還送了一個這個給你們看 還送了一個這個是可以去海邊 然後帶一些 起司機箱子超棒的 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有沒有 如果呢 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官網看一下 再加上另一個東西就是 他們家的盒子呢 我覺得可以重複使用 因為他給的質感很好 就是這個板子很厚 然後他裡面的設計也很漂亮 裡面的這個東西 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我都會把它收起來 然後有時候也可以拿來做一些 就儲物空間可以用的 對 這就是最近的購物